之前我们已经利用了结构指令 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循环以及判断的输出 我们的结构指令是NG4以及NGF 结构性指令会对我们的DOM元素产生一个变化的操作 影响我们整体的DOM结构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NGclass和NGstyle对我们的样式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 而我们的NGclass和我们的NGstyle是我们的属性指令 首先我们打开appcomplement.css文件 设置一个order的样式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为红色 然后回到我们的appcomplement.html文件 给我们的循环LI设置一个NGclass样式的控制 这里面我们设置一个对象 对象的界名是我们的order 对象的界值是我们的变量order Mod2不等于我们的0 类似的操作我们可以对下面的LI也进行一个NGclass的设置 但是我们这里设置的是 ForderMod2要等于0的操作 查看我们的效果 我们会发现进行按钮切换了以后 我们的G速和偶速它们的样式已经产生了差异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NGstyle对我们的LI样式进行进一步的设置操作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background color 注意这里的background color和我们的CSS样式里面的background color 设置有所不同 我们在第二个单词中间的一横将它进行去除 第二个单词的首字母需要进行一个大写的操作 这样的写法是我们的驼峰式写法 我们设置背景颜色 orderMod2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设置它为黄色 如果等于0 我们设置一个透明颜色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对下面的LI进行一次设置 这里的order我们把它改成F 然后进行个效果的查看 在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的G速列表 不光是字体颜色被改变了 我们的背景颜色同样也进行了一个改变 但是注意 我们之前的NGIF NG4进行的是结构的变化 而我们现在的NGclass以及NGstyle 并没有前面的语法堂新号 我们有的只是括号NGclassNGstyle 那么它们无法对我们的DOM结构产生变化 但是可以对我们的DOM的样式内容产生变化 所以它不光可以绑定我们的属性 还可以绑定我们的世界等等的操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